今天教大家快速完成四道菜 好事不怕胖 低碳便當 Hi 我是阿芝 是一個喜歡運動 並且執行低碳水飲食的專業主廚 那其實有很多的粉絲 或者是有同學在詢問我說 平常要怎麼帶便當 那怎麼樣才可以快速製作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很快速可以完成四道菜 並且健康的一個便當組合 主角呢是雞腿 我們會用一個非常快速又好吃的方式來製作 搭配的這個蔬菜呢是超級蔬菜 綠化外菜本人 然後再搭配四季豆 然後呢跟番茄炒蛋 那我們會利用不同的這個加熱器具 很快速的來完成喔 開個火線 然後呢這是滾水 我們放入鹽巴 來汆燙的蔬菜 我們先燙這個花椰菜 花椰菜部分把它丟進這個滾水裡面 然後把它放進去 會燙要小心一點 出來之後我們會再用這個 鹽巴和黑胡椒粉做一個簡單的調味 跟著奶油一起進烤箱好 它這個大概燙個一分多鐘就差不多了齁 把這個奶油呢 五眼的把它丟進去 鹽巴 稍微放花椰菜調味 黑胡椒 稍微拌一下 放進 預熱好180度左右的烤箱裡面 十分鐘左右就可以 或是更早一點都沒有關係 如果你想要四季豆好看的話 你可以這樣切 這邊頭尾 稍微去掉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斜刀 我們一般在帶便當的話 其實不需要特別這樣子 我們只要直接把它對切就好了 現在把這個四季豆呢 把它燙進去 汆燙一下 大概一分鐘 這個時候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來處理一下雞腿 這個是我們一般買回來的雞腿 去骨的雞腿呢 它在這邊都會有一個小小的骨頭 膝蓋骨 把它去掉 然後呢 多出來的這個油脂 斜刀進去 拉開 這個也不要 多出來的油不要 這個我們也把它 取起來 好了 四季豆 把它拿起來 我們蔬菜都已經先汆燙一次 二度爆香跟烹調它就會很快 我們加一點的 蒜頭 我們加一點的油脂 四季豆 加進來 好 拌一拌 然後進微波爐裡面 大概打一分半 我們這個做法呢 這個鍋子不換鍋 不用洗 直接處理雞肉 分享一個小秘訣 在處理雞肉的時候 可以讓雞肉味道變得更好 薑 這個薑呢 是雞肉的好朋友 我們在做雞肉料理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放一些薑 進來 讓這個雞肉呢 變得更有香氣跟味道 放一些蒜頭 排菜的好朋友 米酒 放一些米酒進來 我們放幾片檸檬片下去 然後煮出這個香料 跟水果的果香 基本上雞肉不調味 泡雞肉這一鍋水啊 它的這個鹽巴要稍微多一點 它其實等一下我們不會一直讓它沸騰喔 跟剛剛汆燙蔬菜不一樣 用這個溫度比較低一點 去讓它泡熟 那其實這個跟海南雞的做法 基本上是一樣的 用很小的火 慢慢的去溫泡它 大概在12分鐘左右 看雞腿大小隻 雞肉呢已經煮一段時間了 現在我們把它取出 放到一邊 用魚溫把雞腿泡熟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做番茄炒蛋 做番茄炒蛋呢 我們先在鍋中倒入一點油 薑片 讓它稍微邊香一下 把這個番茄 切成一個滾刀塊 準備 兩顆蛋 來關心一下這個薑片 慢慢的把它煸香 然後讓油有薑的味道 切蒜片或者切蒜碎都可以 把它進去一起爆香 我們就這樣番茄炒成 番茄需要跟油做結合 它的前紅素才會增加它的色澤 以及香氣 所以我們就這樣稍微把它炒一下 香氣上升之後 把蛋加進去 接下來動作就要快了 加一點糖 糖跟番茄醬的結合 也會變得更好吃 讓番茄醬跟油結合 翻炒在一起 加入一些米酒 我轉小一點點 我們加一點點醬油 讓它有一個醬香 用一點點的鹽巴 九層塔 這個番茄炒蛋 很快速 簡單的 我們就把它完成了 我們現在都做完對不對 就可以來 組合便當了齁 來 回鍋爐跟烤箱裡面的蔬菜拿出來 平均的把它擺放過來 我們把它切開 擺到這個 白飯的上頭 我們就做完了齁 大家看 現在呢 四道菜的這個便當 一炭便當 已經非常快速的完成 那在醬子的搭配之下 營養均衡 快速又美味 我們就要開始進入了 好那我們先吃個 雞肉好了 好 先媽媽煮個菜 好看我們 再吃個花椰菜 跟鑽香 吃雞肉 這樣真的是 非常快速的養樂好吃 要看更多的食譜 記得 要來訂閱我們 Cookie卡提諾煮房 的這個 YouTube頻道 或者是 我主廚的用餐計畫 王俊之 Cookie卡提諾煮房 記得要訂閱喔 再不然它有比較吃軟 雞腿的話 因為我們使用的是去骨雞腿 所以它比較簡單 滾水然後香料下去 即將要滾的時候 你就把雞腿放進去 煮滾之後呢 要保持一個小火 不要讓它大 大火 就是不要讓它這樣子 會就噗… 這樣子 比較微微的 然後細小的帽泡 要用泡的方式 大概泡 十分鐘左右那幾腿 就差不多了 這麼 эксп